上晚再看你們看看有沒有任何的疑問 或者是你們有任何的感想都可以講 但是還沒講之前我們要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委屋主任上課 現在就有一個想法 如果在你們還沒關到這一堂課的時候 現在應該有三四年底老師曾經教過了 你去回想到你的分數怎麼教 大部分我看到分數數 課本怎麼樣寫的 好像就這樣帶過去 而且你們不會發現 結果上面說這有什麼好難的 不是這樣子嗎 就記錄一下就二分之一小朋友 而且他們答對幾乎也是百分之百 有沒有這種心理現象 可是問題數學在這邊 他現在要了解分數的意義非常的重要 因為往後面一堆的時候 往後面一堆的時候 通常就會你感覺他懂 可是後面他不懂 你看他這裡面他一直強調 不斷地重複一在哪邊 一在哪邊 一在哪邊 將來你們如果看到那個分數的處法 或是整或是小數的處法 那個都會會以什麼當一 以什麼當一喔 比如說0.5除以0.1 這時候我們就要看說 以什麼當為一那感覺就出來了 所以一很重要 你們要先界定 現在一是一整塊那叫一 有是以0.1當一的 那0.大概是他的五倍 所以他是5個0.1 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以前我當時有一個 有一個數學老師跟我講說 這個分數的處法跟巧合的時候 最後面就寫到1在哪邊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分數的一個想法 如果是你看今天 我們如果是用非常非常那個 習以為成這樣 我們以前就是啊 這很簡單 所以這堂課幹嘛那麼辛苦 三分之就大了啊 先告訴我 二分之一就是 切成幾分 拿幾分就是二分之一 這個就做一個宣告 他們就回去就感覺大家都會 而且你出這個屏幕 他們已經都答對 你知道嗎 可是後來弄到最後 他們那個1不見的時候 你知道 如果有兩個的時候 一切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講 如果現在如果出現一個 一個人當作1對不對 現在有兩個人出來去切 那他們幾分之幾 他們會亂 帶分數出來後 他們會亂 他們不知道到底1在哪邊 所以我說我們在學分數的時候 我們在教數學為什麼很難 感覺到這個我們好像 我們當大人好像 這個差不多什麼都難 就過去了 就過去了 我發現我那兩個 有數學學到後來很爛 你知道嗎 感覺國小都很好 那幾百萬個大國中去的人會爛 後來發現 跟國中去就住在國小 他們意義不懂 意義不懂 就一直推上去 不然你知道嗎 我們無准以前也交過三四年級 他現在為了他也是 這樣一個代 我相信他已經交過了 可是回過了他發覺 哇 一點都不容易了 那我們今天來觀課 到底要觀看什麼課 還有我們今天在觀課 大家都在討論 你們有沒有去看過 學習共同體的觀課 你們有看到有沒有 學習共同體的觀課 有沒有請舉手一下 學習共同體 沒有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學習共同體是什麼東西 知道嗎 學習共同體的觀課 有一個叫內觀 坐在旁邊 所以我們還在討論 是要不要內觀 看到孩子的反應 要不要那個外觀就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都是外觀嘛 問你是這一場內觀 你可以看出什麼東西出來嗎 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在討論 幾乎沒有在討論嘛 為什麼沒有在討論 事實上 剛剛跟我陌生講了 很多時候 你不是要讓他創造一些東西 一種約定成熟 在宣告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討論出來 就剛剛講了 討論出來 他發明一種更加不一樣的紀錄格式 結果你跟他說他是錯的 但還是很難過啊 所以那時候我在看 在看學習共同體的時候 我就心裡有個疑問 那這些都要在討論嗎 每一堂課都要這麼教嘛 都要讓一個 學習共同體觀課的模式 就兩個在一起 就畫一張白紙 然後後面布局的時候 裡面兩個討論 答案裡面把它弄出來 答案把它弄出來 老師就在那邊等待 等待答案出來 我們看的場景都是這樣子 等待答案出來 所以一堂課要磨得很久 那個 那個 紀錄格式的大師 還跟你講一句話 這一節課討不出來 要忍住 不要讓他們講 因為答案始終來自孩子的討論 所以要忍住什麼 回去 明天再來 因為啊 明天你今天教宿學講話 你明天再來的時候 一整天下來 宿學教不到一半 這樣 然後這樣怎麼講 要課起來進度又加不夠 不是會這樣子嗎 所以我鬧著心裡 產生非常大的疑惑 而且還有啊 再怎麼啊 你數學要用學習共同體 國語要用學習共同體 啊你剛才 做一個後 沒這個共同體 就都酸酸酸酸的 不是這樣子嗎 學生好像學得很快 老師很焦慮 為什麼 課都教不完 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突然發覺說 我不對 是不是我們在上數學課的時候 老師的專業 剛剛已經講了教學 所以怎麼藝術 我們發覺這一堂課可以很節省時間 讓他很快的 孩子能夠理解他的觀念 可以時間快一點 然後那個需要去討論的時候 那個時間拉長一點 所以不是每一堂 每一個單點就是40分鐘 40分鐘是這樣切的 有些可能20分鐘可以交換 有些可能要60分鐘去平均 那每一堂課都讓孩子瞭解很清楚 像這一堂課 那個吳祖恩他 感覺到對錯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他之前三個是後面可以討論操作的 他感覺到這樣子很嗨 而且很有成就感 而且你們在官網也覺得 哇 真的 創意無窮 以前你們這樣看見的 不是都這樣子嗎 可是這一堂課突然發覺說 奇怪 怎麼不去討論 有些東西就是定義的問題 有時候討論就討論的 沒有辦法去做耶 所以這一堂課 像那個吳祖恩這樣的設計 他你知道他已經 今天要不要第三班還是第四班了 這要思考一個問題 再來講 我輔導員都是很專業的 為什麼一堂課 他還需要做這麼大的東西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說 孩子的心理的認知狀況 跟我們他差距很多 差距很多 所以一堂課要教 都教得好的時候 就是就要這樣磨出來 然後大家講說 哇是不是每一堂課都 是這樣要磨出來 這就是我們辦 辦那個觀課的原因 也就是說我們在備課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開這堂觀課的時候 我保證 你們今天如果很正在看到 下次你們再教到這個單元的時候 你們就會把這個場景都搬出來 應該可以這麼教 我們的教學專門又進一層 這個大概是我今天看到 我是第一次看到 可是我內心很多的感想 因為 因為我本來的設計的場景 我們本來想要討論的感情是 要用學理工程的光智老師 討論一下 然後讓出來 像我們樹球專門是去帶的時候 都是很生動活潑的 可是這一次 我們就卡進那個課程來看 比如說 這個就是分數的認識的第一堂課 可以這麼教 就這樣 不要每次說 你們都玩那些課程以外的延伸 當然你們玩得很熟 可是我們回去都 很難去戳 而且最基本的都沒有辦法把握得住 這一堂課如果最基本的把握得住 他們下次在操縱操績的時候 他們那個1在腦筋就很清楚 他們在操縱就很非常非常清楚 以後對數學分數的1的了解 1慢慢的疊上去 好我大概是做這樣的一個補充說明 那有沒有要回饋一下的 弄不好 我們大山的 我們大山附近的老師 我們本來說要安排幾個輔導員來換 輔導員有沒有看到什麼 有沒有 輔導員先來講一下 今天看到的吧 那個幫助老師 校長還有各位老師 還有一分主任 大家午安 我非常喜歡看一陣主任的課 因為我覺得他的課 給人家感覺是很輕鬆 很有親和力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認我 有沒有感受到他的教師語言的魅力 剛剛孩子進來的時候 是有一點別扭的 可是其實到後面呢 他已經打動孩子的心 我想這個 這個好像是年輕老師 真的很棒的 我們這種資深的老師要做到這一點 我覺得還不太容易 我們應該可以放開 那我就針對一陣老師這堂課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看他的課 所以我也記錄了一些幾個我認為很不錯的地方 而且是我從來沒想過的地方 像他這個剛剛校長有提到 從頭到尾一直在強調 就是那幾個字 就是那幾個字完整的一 有沒有到一了 然後要切幾份 拿走幾份 他不斷的在強調 我覺得這對孩子是很重要的 再來他有一個地方讓我覺得很特別 也就是他說分數很神奇 他可以同時記錄兩件事 我覺得這個看過的課很多從來沒有人 這麼樣用這樣的一個語言來描述 然後把分數 其實他是一個分數是很複雜的事情 但是他卻用這種很簡單的語言讓孩子去記住 就是兩件事分幾份取走幾份 我覺得這個以後我們都可以用 然後他還有一個非常棒的亮點就是他後面 後面在結算成績的時候 當他在結算成績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就想到說他做的那個成績表 是不是也可以用在這個單元 沒想到他真的就問了 也就是表示說他有想到完整的一 然後幾份你看 所以今天學生的學習效果來講 其實幾乎90%以上全部都成功 小朋友答題都能夠答對 連那個複雜的 那以那個蘋果來講的話是離散量 就是單一離散 他不是被切割 如果看方格的話 他是切割 他是連續量 但是如果光數那個蘋果 他是屬於離散量 可是這個孩子也能夠把它說完 包括那個完整的一 二十分之二十 孩子也能夠說得出來 所以我基本上覺得說 醫生主任這堂課是完全成功 再來他的另外一個亮點 我非常欣賞 就是他中途有三道題嘛 三個圖 ABC有沒有 我就覺得他這個地方太有創意了 他先展示分母 讓孩子去判斷可能是哪一個圖 然後第二個再展示分子 他不是孩子答對就好了 他還問那你怎麼知道的 我都還沒展示上面 你怎麼知道是哪個圖 他就是隨時讓孩子能夠說 說數學說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我覺得他非常好的地方 那我再來提我的另外一個意見 就是剛剛宜貞老師提到說 觀課到底要關什麼 他非常的疑惑 到底要關什麼 就我的感覺 我剛剛就仔細的去想 我剛剛到底在關什麼 我想我是關注在老師的提問 他是怎麼去提問問題的 然後當他提問的時候我就想 我就心中會去猜想 你這麼一說的時候 學生可能會回答什麼 我心中就是在想這個問題 老師問什麼問題 學生可能會回答什麼問題 再來就是看 學生是不是真如我所想像的 真的是這樣回答呢 如果學生的反應不對 不是我預料預測中的 那我就會去想 學生怎麼會有這樣的答案出現呢 我就我心中我在記錄的是這個 我可能會追問 奇怪或者是事後才去看 他怎麼會出現那個答案 再來另外一個觀課的第三點 我是在想我在關什麼 我說宜貞老師這樣教 我心如果是我來教的話 我會想怎麼樣教 這是我觀課的三個核心 再來就是這堂課我是覺得說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小組討論 好像沒有讓孩子去進行討論 如果今天呢 因為他們是單獨這樣做 如果讓他們有一些 偷個比較有趣有挑戰性的問題給他們 例如說那個 怎麼樣折出四分之一 他我以為他會發給每個小朋友都一張 但是沒有他先發一張 那你跟小朋友做完的時候 如果我來做這個活動 我不知道不一定會做的比他好 你說誰可以幫我折 他做的嗎 他說誰可以幫我折 小孩子就很有興趣 好第一個做完之後展示出來之後 誰還有另外一種折法呢 如果有來跟老師拿設計 好那同學就其他的就開始在想 第二個同學做法不一樣貼上去 已經兩種了 再挑戰看看誰還有辦法想出第三種呢 如果小朋友都沒有反應 那麼就讓他們小組是不是就可以去 擠瓜隨便怎麼分 就是他們去想 就讓小朋友有一些討論的這個狀況 好再來就是宜貞老師說 那個他說宣告的 要宣告的直接宣告 這個我可能要給宜貞道歉 因為是我建議他 我給他提出這樣一個意見 我是說孩子剛開始在學習分書的時候 怎麼會出現那個二分之一的那個符號呢 這個也都是我們大人宣告的嘛 我可能各位老師我如果要請問你 為什麼分母是寫在下面 如果孩子問你老師為什麼分母是寫在下面 那我們可能也說不出所以然 但是呢因為我是看有一個大陸老師特技教師 他上了一堂分數的課 就是今天的這堂課 他因為孩子都沒學過 所以呢他就嘗試讓孩子用他自己的方式來 表示那個一半怎麼表示 那孩子是很有創意的 可能孩子寫一半 有的孩子就是畫一個圈 剖一半他來表示一半 然後有的孩子畫長條剖一半 有的孩子用寫一分之二 有的孩子寫二分之一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對跟錯 所以我認為如果是我的話 我還是會堅持這樣的一個活動 也就是說小朋友去創設 而不是說你要直接用我們大人 那這樣的話我可以直接 好這些是植樹背下來 這叫平均樹 這叫做縱樹 通通背下來 反正為什麼群人都不用管 反正就是背下來背下來背下來 但是我會覺得說 之前如果能夠讓孩子去 像小小數學家小小發明家一樣 如果是你的話你會怎麼發明符號 那他那個二分之一出不來 剛剛其實有一位小朋友 一開始就講二分之一了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聽到 嘿 這個就是一般通常老師上課 最怕遇到的狀況 也就是說他這一堂 明明是要交分數 可是沒想到 一開始小朋友就給你脫口而出 這個很疑惑 到底我該怎麼辦 一陣老師是給他讚賞 但是不會去深入去追問 如果今天問他 你怎麼知道二分之一的 可能孩子就講不出來了 看過嗎 這個我也是覺得說 上課會有一些困惑 到底學生如果一開始 就把我們的答案給講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對 也許老師可以去針對這個問題去思考 再來我要想說 孩子出不來那個二分之一的符號的時候 我自己的建議是這樣 一陣可以給他一個完整的一 告訴他這個圓形代表一 接下來我不會馬上出事一半 我可能用兩個 然後你說用一個數字來表示 你會覺得他是多少 二 如果我今天有五個展示出來 就五 好 那我們再回到兩個 或者二 回到一個 一 那這時候再來縮減到半個 接下來讓小偷去想 糟了 怎麼樣去表示這個 小偷就去指張給他們 就自由去畫 就是我會用這種引導方式 而不是一開始完整的一 馬上就一半 就要他去想這個一半的文化 我只是要讓他知道說 數量不管是多少 我們都可以用一個數來表示 那因為這個分數 對孩子來講他不是一個數 他的感覺 他好像是一個複雜的組合體 有分子有分母 還有一條線 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呢 其實如果有時間的話 倒是可以讓孩子去嘗試看看 好 這個大致上 大致上我的想法 最後一個 尼正老師有說那個四分之一 他想要讓孩子出現第四種跟第五種 我剛剛在下面看 我就覺得這是有困難的 因為孩子怎麼知道 除非我們墊一步 多墊一步 也就是我給他一張長方禁止 能不能把他切一半 孩子一定是對折 要不然橫的對折 如果那個長方禁止 他可以知道斜的那一條 因為他還沒學過對角線這個名詞 如果他能夠知道斜的那個畫下去之後 這兩塊一樣大 他要怎麼知道這兩塊一樣大 看著圖 他未必真的知道一樣大 唯有他跌跌看才知道 所以說要出現第三種 第四種 第五種 我覺得那 如果孩子問你為什麼他一樣大 他有平分嗎 可能我們除非讓他實際上去 疊合看看 所以他初步來是 我覺得是很正常 因為他們還沒有到那個層次 好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再見 好 我們那個 舞蹈員何鳳朱老師 他 連結了一段